新北英明男子跟女友争吵 心生不满拿工具 到女友姐姐家里喷漆泄愤 被害人发现后立刻报警 警方现在要介入调查 厘清喷漆是不是跟感情纠纷有关 英明男子停好机车下车鬼鬼祟祟 在屋外不断探头探脑 接着拿出手上工具就往大门钥匙孔灌交 涂涂摸摸好一阵子还不够 再拿出红色喷漆往大门墙壁以及窗户喷 所有诡异行径全被监视其路下 被害人发现家门口遭人搞破坏 还以为发生什么事 吓得赶紧报警 原来这名男子侠院报复 因为与女友吵架 6号晚上10点多跑到对方姐姐家喷漆作乱 事后警方通知男子到案说明 发现他在制作笔录前吞服大量药物 导致身体不适 因此警方先将他强行送医 至于是否因感情纠纷 波及无辜 一切都还要等男子情绪稳定状态恢复 才能做调查 记得新北综合报道 在有些东西的救援 现在 说明了 在 wooden车交舍跟我走 我会发现了 是一个东西的